大家都知道我们车库有非常多的车 然后同事们呢 午休经常都会跑到车里 如果给我选一台车去午休 我会毫不犹豫的去选择极月01 首先第一点呢 因为如果我想要看视频的话 我可以直接通过手机投屏啊 投到这个屏幕上 而且这个屏幕的投屏的视频播放位置 就在驾驶员身当中 那如果我要午休睡觉的时候 我直接放到盘 哎一掰 我的腿部空间就自由了 那么这次啊 我来带大家揭秘一下 极月07它的形态呢 从SUV变成轿车之后 它的坐舱体验能有什么变化 Go 上车看看 首先我们现在想讲这个车的基础体验啊 这个屏幕呢 依旧还是35.6英寸的屏幕 然后搭载了一个8295的芯片 然后面前的这个方向盘 它上面的按键呢 其实和极月01是有一些变化的 之前是两个长条形的一个按键 那现在呢它变成这种线性反馈马达的这种振动的体验 实际上手的感觉摸起来还是挺好的 而且转向灯塔之前是左是左 右是右 现在就变成上下的这个样式 和特斯拉是有点像 整个中控台的整体设计样式和极月01是差不多的 只是在下半部分它做了一些改变 下半部分呢放了两个手机的无线充电 然后再往后呢是一个非常大非常深的储物格 后面是一个杯架啊 这儿呢是一个正常的扶手 那以前呢它的极月01的一个手机的无线面板呢 它是放在了一个照的位置 然后下面是做了很大的掏空 其实我觉得空间利用率不算特别高呢 这次在极月07它变成轿车之后呢 我觉得它的空间利用率和隐私性啊 算是得到一个提升 那接着我们来讲讲这块重点的大屏幕 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极月07的这块屏幕 其实它这个屏幕的素质啊 包括一些外形啊之类的和极月01呢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它这次最大的改动就是从1.6.0的版本号 更新为了2.0的版本号 那首先呢界面是有一个区别的 你有没有看到极月07底下 有一个类似于这种底盘灯的效果啊 其实还挺炫酷的 除了在主界面之外呢 这个底盘灯效果还会在行驶中展现 我觉得这个显示效果还是挺有意思的 要相较以前就是单纯的那种直白的显示 我觉得会更加有科技感 未来感一点 根据极月官方的介绍啊 这一个理念呢 是类似于迪士尼那套急速光轮的感觉 还是挺炫酷的 然后我来带大家看第二个更新点啊 就是这个休闲仓 有没有看到 虽然这些卡片样式啊 还是和以前呢 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但是这个水波纹 特别跟手 特别好玩 还有这种连移的效果 这一个效果的背景啊 是和现实世界连动的 就比如说现在是晚上 它就是晚上 它现在外面下雨了 它就可能是做一个下雨的场景 工程师来说呢 他们接下来会把这一个屏幕 做到60赫兹 也就是说现在的显示效果 还不是最佳的 等真正2.0版本推送之后 60赫兹的手感 我觉得会做的特别棒 这次呢集约完了一个特别花的火 C某可以进行角色扮演了 这你受得了吗 嗨C某 你来扮演一下猪八戒 嗨C某 退出角色扮演 这么一来这个C某是不是变得更加有意思了呢 那其实除了这几项变化之外啊 就是那个集约零期的这条作舱系统呢 还加了一个场景助手 那相当于是我们常用那种捷径的样式 那其实它除了这种首点编程之外呢 还可以通过语音啊来进行编程 就是我跟它说我到哪里需要做什么 然后它会帮我做什么 就是这一套我觉得无论是编程还是使用 都是非常方便的 那说过这几个变化点呢 其实 呃 2.0版本真正推送之后呢 我再把它带到大家面前 来做更详细的讲解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集约零期的挂挡方式呢 还是和这个01是一样的 在屏幕上上下滑动 但是 这一次新增了一个 就是它可以通过视觉感知来进行挂挡 就比如说 呃 我停在停车位里 我后面是有战略物的 前面是空的 我踩刹车 它会提示我 哎 是不是现在需要D挡 然后如果我身踩刹车踏板 它就默认挂进D挡了 体验完集约零期整一套座舱的体验啊 我觉得最主要的不同呢 就是它不像那些竞品啊 用了什么冰箱啊 彩电啊 大沙发啊之类的 它主打的呢 还是智能化 那相较集约01呢 其实它把版本啊 从1.6.0 现在升级到了2.0的一个 呃 测试软件的版本 我们从测试软件版本中 能看到一些 呃 新更新的点啊 比如说美观度 比如说后期啊 它的这个流畅度 可以达到60帧等等等等 那我觉得整一个 座舱的竞争力啊 还是在线的 然后啊 大家都知道我们42mark的座舱排行榜中啊 集约01排在第三的位置 那我今天来看集约07的 它的一部分的点呢 我觉得都算是加分项 所以接下来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会把集约07放到我们的42mark 座舱的测试底细中 去测一测 它到底排在哪个位置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这里是四招车库 我是江小黑 我们下期见 拜拜